初期上回 上回书 咱们说到 这段聊斋之意 裘大娘热闹紧要之关节 说到裘就被抄 未明 这个记错太狠了 买出来 欺下逃人 诬告裘路是窝主 这案还做铁了 现在抄家 范公子那么大的势力 不管用了 在这条法律面前 失效 不买账 您这姑娘 不跟着一块发配口外 这就不错了 领回娘去去 这告示一贴出来 这一抄家 未明可乐坏了 未明是买菜打酒 吃三天捞面 我倒瞧 你们求去 怎么着 怎么样啊 这回行了 冤有头 债有主 姓求的人仨 全完了 求中 猜我一嘴巴 怎么样啊 人家抓跑了 不是抓点去了 老大 求福 你这大儿子 让我用计 也给举的跑了 现在老二 加倍超了 人发往口外 那还活得了啊 那地方 多苦啊 就是你能活的 也是苟延残喘 这辈子你也回不来了 最主要的 你这门亲事不好吗 不是漂亮 牛归你了吗 那么大家产给你了吗 吹了 全充公 这媳妇领回娘家去了 我看 你这寡妇妈 跟你这寡妇大姐 还活神马进 他那儿 求的娘还真厉害 求的娘持戏产书 瑞申道观 瑞申怎么讲 自己一个人 挺身而出 又找太爷讲理去了 太爷真处他 为什么 上回不准 告到府里去了 府县两牙 两场官司 人把官司打正了 他敢月牙上告 我兄弟打这 我主 有没有冤不冤 现在案已经做铁了 我不提了 您把我二兄弟这家产 都抄了我们 你们俩没法胡 再说了 这东西 不都是老二的 有我大弟弟 我大弟弟在外边做买卖呢 县官说 你大弟弟做什么买卖 我这还压着他一案呢 但是这上个房产地契 没错 写都是求福的名字 那你不能不让我养活妈呀 我二弟弟的财产充公了 大弟弟的 你们也个糊涂糊涂都收起来了 我妈怎么活呀 就凭着堂上一说 这半愣给要回来了 合着是求家的财产呢 没怎么受损失 把饭去后盖的那些个 全冲了工了 也不要回家了 下大牢了 就等着发配了 正在花钱吧 到监牢狱了 你瞧 求是路这些日子打这官司不成人样 您琢磨琢磨 在那里的能好得了吗 叫人犯王法身不由己 关键冤呢 你要是真犯了罪了 罪有应得 你在监狱里面 你好好琢磨琢磨 那叫忏悔 那叫劳改 你这个没犯罪好不厌的人得 诬告了 这案还坐实了 这什么心情啊 要没有这老娘 没有这媳妇自己脑袋撞笼 早就自尽了 横的死了 饭也吃不下 就这俩月瘦的不成人样 又黑又瘦 眼睛角都开了 这俩大眼袋也出来了 再一看 俩眼通红 眼上都是织木糊 那头发胡子 都跟烹草一样 整个一人灯 求他娘瞧着他 就不用一多心疼了 这送进来棉衣 为什么 口外头 冷啊 咱说这个是山西地面的书 山西也冷 那山西的水平 那跟北京比 还比北京稍微靠难点 在北京的西边 那基本上纬度差不多吧 就说 那口外口不一啊 越往北越冷啊 那口外 不是说专指张家口往外 什么喜丰口 古北口 泛指啊 那就是长城一北 戍边之地 那相当冷了 给做的棉衣 那是邱大娘亲手做的 把这棉衣递过去 拉着二兄弟手 一通的安慰 最后可就跟岸石说了 说兄弟你放心 老娘啊 经受打击太多了 这回愣没犯病 老太太现在 已然能走了 能吃能睡 你啊 踏得实实的 走你的 过些年 你这岸石没事了 还能回来 那么这棉衣可得穿好了 说的话 把这棉衣递到二兄弟手里 让他顺着这棉袄 这么一摸 你摸得着吗 求如一摸 姐这是什么 在这棉衣李衬里边啊 我单给你用了一块布 缝了个暗兜 那里边夹着几张银票 那地方太苦太穷啊 可千万 别准着 这几年呢 你娶饭的这位姑娘啊 你太享福了 那苦你受不了 别委屈自己 咱家现在呀 这一半家财 我全都要回来了 别看写的是老大的名字 你回来以后 还都是你的 我给你带了几百两银子 可是银子呀太沉 目标也太大 我呀 给你带的都是银票 那银票 我都已经换成小章去了 那一百一张的 到口外许对不出来 都是十两的五两的 那么后一达子 分着 在这棉袄里这么一叙 最后这里有个暗灯 这里边割几张 大批的实际呀 都在身上呢 都丢了这件棉袄 可不能丢了 哎 我知道 真碰上不开眼的 就要扒我这衣服 我也没辙 大家加了用钱不用 怎么着加了 也比你那强 十不计呀 姐姐我到时候拉得下脸来 还能上庆家去 她说这庆家可不是指范家 她指的可是江家 您别看这几年 裘大娘跟江世走的最近 老去看江世 那么现在 江秀的岁数也可不小了 还盼着裘大娘来 那么这几年呢 江家的条件可也不错 真说这过不下去了 愣跟江家张嘴 我都不能跟范家张嘴 她说庆家指的是 说的江家 可是求祿呢 误会了 求祿认为呢 大姐说的是范家 自己老战家 老战家有的是钱 为自己的一案呢 那搭钱搭扯了 人家盖的房地全都充公了 都没收了 可是大姐说完这话呢 里面还都误会了 她这么一摇头 求大娘说怎么 您不能上我老这儿那儿去 求大娘一听罢了 这是我兄弟 我也没想让他上那儿去 可姐俩对了心气的 还得问问 为什么不让我上那儿去呢 您别去 您看没有 我在监狱里已经把这写好了 说的话 看着微微哆哩哆哆 由怀里都把这张纸拿出来了 递到大姐的面前 求大娘没看 这是什么呀 离书 我给人家坑苦了 我写了后来 枕边思雨跟我说了 他是夜梦神人指示 那天乐水之人 是失宠 是他的姑爷 这我才嫁的 这不无济之谈吗 那乐水就不是好着 就早晚我有这一步 现在怎么样 乐水了吧 落难了吧 我还耽误着人家 范氏小姐的青春吗 我还等着人家范公子回来 跟咱们求求登门提这把事吗 别等了 我在监狱里边就已经跟人借来纸笔 写好一纸离书 这个 您受累托人 带到范家去 这段姻缘呐 罢了 啊 求大娘听兄弟一说这话 把这封离书拿过来 这么一瞧 哎呦 要说二兄弟 可比大弟弟有骨气有多了 要依着我求的娘也得那么办 可没想到 二兄弟就先行出来了 罢了 姐姐我瞧你的这个行为 我赞成 这是我兄弟 就回去跟老太太一说 老太太也得赞成 也得喜欢 完了 这门 这门亲亲呐 咱还断了 跟他不走了 这封信你保证 我亲自给你送去 这我答应弟弟你 大姐 这事您要帮我办完了 那没别的 说的话扑通往大姐跟前衣柜 妈可就全教您了 此一次 戍边口外 我可就活着回不来了 按说 求是 有两儿子 养妈也好 养家也好 得指着求夫求路 我哥哥没指上 到现在也指不上我 全靠大姐您 您是嫁出去的人 您这要说家里边 家衬人质也行 您家里边 守寡 居双 剩俩孩子 这么难 弃家于不顾 到娘家来这些年 把我也给拉扯起来了 说是姐姐跟亲妈一样 完了 姐姐 兄弟我这给您磕头了 说的话 帮帮帮在监牢里边 一给求大娘磕头 求大娘 收二弟这几个头 得了 这几个头啊 大姐我也收得起 兄弟 甭磕了 他的身是走你的 这妈 交给大姐我了 可是有一姐 每天呢 多念几身佛 碰见妙 我进去拜一拜 保佑保佑 咱们老太太多活几年 有你活着回来那一天 大姐没别的 把一活妈交给你 让你再瞧一眼 是这话呀兄弟 是话 姐姐 我信服您 这看老子过来 等了等了等了 差不多了 到中点了 大姑 您赶紧走吧 别给我们有事 他可是重犯 没办法 姐弟二人 这狱中是洒类分别 全想到了 临到上路那天去 别人不让来 求大娘自己一个人 又都给托付到了 也得使点钱吧 那有人看着 这有压界的 简断锅 这球路充军发配 够奔 口外 他走哪呢 他走这个北京 顺山西 这出来奔东走 上京石高速 那那条有吗 大概也是这条路呗 是不是 当然那道路跟现在比不了 现在甭管是汽车 是火车 您到山西 到太原 到哪 几个小时就到了 走若干天 到北京 到北京 他们住那地方 那就是 小店了 您琢磨琢磨 那个 刘沛的犯人 能住大旅馆吗 蹲小店 蹲小店 可是蹲小店 也得吃饭呢 也得喝水 也得洗洗涮涮呢 得睡觉啊 一瞧这小店睡不了觉 怎么呢 三教九流 五行八卓 什么人都有 在这份闹就甭提了 说话的 聊天的 吃饭的 也有睡着 打呼噜 他不怕吵 呼噜深响 这门口啊 还一帮要饭的 要饭的呀 跟要饭的不一样 您到北京 这儿要饭的 他有绝技 他会唱蜀莱宝 他打明朝 朱元璋那儿 要过饭呢 他遇刺的这个 要饭的家伙 他叫哈勒巴 哈勒巴呢 可是蒙古话 就是牛的这个 跨骨 叫哈勒巴 哎 他俩牛跨骨 这牛跨骨 他上面打成眼 钻上眼 拴灵灯 这边这六个呀 这边这七个 这叫南七北六十三省 这哈勒巴呀 头了可以挂龙头 下边坠彩碎 就这十三个灵灯 哗啷一响 大哒哒哒哒 可以要遍全国 南七北六十三省 走到哪一要得给钱 据说受过朱元璋的黄蜂 当然这是传说呀 他得唱啊 鼠来宝鼠来宝 他得鼠啊 这个宜金大街 是表表谷 或者是宜金大街 十里长 或者宜金大街 铺户买卖两边牌 甭管什么 他宜金大街 他就得唱 他呱呲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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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一敲啊 睡不了觉 这个乞丐花郎呢 你唱得再好听 他你分唱给谁 现在呢 这都搬上舞台了 啊 确实要功夫 您别瞧鼠来宝 这是艺术 确实没气力 不能演这艺术 那那会儿呢 这都对小店的 甭说这是刘沛的犯人 就你没事做小奶奶的 明天阴天人这奶奶就吹了 个人有个人的心烦 你说这多乱 哎呀 求二在屋子里头往外这么一瞧啊 你说这帮人 我瞧见他们呢 我心里还挺痛快 怎么呢 咱倒不是说气人有笑人无 我还没在街上啊 打着板 拉肝肉饭 我这就算不错 别的瞎话 就我这棉袄里头啊 还好些银票呢 这都大姐给的 都蓄的这棉衣里头了 跟着我这些人 他们也都不知道 到了口外呢 就没人看着了 您别看道上有人看着 真到了口外 一进的军营里头啊 您就干活 说白也是与人为奴 但是呢 我要是拿钱行行会呢 哎 找个闲差呢 过些日子再买一个自由啊 我就能回家 有这点钱呢 管大用啊 行 我还有出头之日 还有跟妈跟大姐呀 团圆之日 我比这帮人哪 怎么还强 没要饭 这帮人也不易啊 跟门口这儿要 要一白天啊 许要不来俩钱 要个凉伯伯 啊 圣颖子 谁给半碗粥啊 哎 这就是 今天能吃上饭 你瞧一个个这模样 啊 你瞧长这 模样当初 不管丑寸 现在全这么寒碳 一个有人模样的都没有 你瞧这长多好 跟我还连像 啊 这 我怎么瞧像 我们大爷呢 越丑越像 越丑越像 门口这位啊 种乞丐当中啊 有一个呀 太像了 特别像的鸽子求福 您琢磨 您都发配了 您就别管闲事了 不成 我得问问 我哥哥 跑了这么多年了 要说他要饭呢 一点都不信心 他该要饭 哎 我瞧瞧 溜溜的他就出来了 小店门口 往这一站 你说怎么那么寸 这一排要饭 独单这位啊 这会儿抬头 正瞧他 俩人那么一对脸 他可瞧清楚了 这不就是我哥哥吗 但是 这乞丐瞧他 可不敢认他 这乞丐一瞧 这人像兄弟 可不敢说 为什么 他跑的时候 您知道啊 球路才十五啊 还没结婚呢 这几年 战贸大变呢 成人了 他认不出来了 他看这像不敢认 你要他认他 问错了没事 球路问 你是球服吗 我不是 不是不是吧 他认错他可挨揍 你是我兄弟啊 这位要说是 那捡着了 这说不是 韩臣王 能有要饭的哥哥吗 上去帮帮帮 一顿嘴巴 这不情等的爱动 那球路要不说话 他不敢认 他瞅着 球路一瞅 你 姓什么叫什么 哪儿的人呢 我身心人 我哪哪哪儿的人 某郡某县 因为蒲宗陵没写啊 咱们头一回书就交代了 我姓球 是叫球服吗 是 你是老二吗 可不是我吗 把手里的盆啊 根啊 板啊 押往地上一拽 我不跟你们做耍了 怎么说话 山西风了 你打来跟一块 唱鼠来 往都北京口音 我是山西人 进店吧 到店里边了 哎呀 大伙伟小这不错 这次配的 拉近要饭的来 哎呀 穷人照顾穷人 怎么还坐这儿了 给他上热汤面 吃 山西人爱吃面食 热汤面 他四个礼拜没吃过热汤面了 甭说热汤面 面就没吃过呀 还热的 净吃凉的 都要来的 那嗖的也得吃啊 呼这桶吃肉 把球路瞧着 哥哥哥哥哥 稳住了 稳住了 有的是 别的我不敢说 我这饭 我管你饱 呸 你还管我饱 我瞧出来 这还有看着你的人呢 就没拴着你就完了 你是不是贪了官司了 啊 贪了官司了 你干什么了 是不是耍钱来的 是不是耍钱耍书了 你你卖媳妇来的 说是不是你 嗯 哎呦 那耍钱耍书的卖媳妇 我跟他吃点挂乐 你那案的人逮不了 你人家逮我 现在把我给发了 啊 这么大罪名 好几年都过去了 卖媳妇这事犯了 逮不着正午饭 逮他兄弟 把他兄弟发了 不至于 我那点事哪 注意把你给发了 那你问我 谁跟你是那么没出息 你还填着脸往外说呢 我那案比你光滚 那你什么案 我主 火 你 你 窝窗 剧赌 打一窝主 有强盗 抢了钱了 藏你那了 不干大事 你啊 把人往好处想 谁跟你一样 那你打什么窝主 哎呀 窝逆旗下逃人 哎呦 妈 跟那一碗要饭这就有 愣要饭都得跑出来 旗下逃人要逮着 我活不了啊 你好大的胆子 你好面子 你藏他了吗 谁藏了 我跟你说说吧 就把家里这些年 自从你一跑 大姐回叫娘家来以来的事情全都秘书 那才叫大起大落 把求福听的呀 哎呦 哼 谁知道啊 谁知道 兄弟娶 美貌娇娘 你家里大财 我知我早回去了 我要的饭 我回到了老家 我就吃香的喝辣的了 不知道啊 哎呦 喝 哪不想二年福呢 倒了没了 让人家诬告 又被发到这儿了 家也都完了 没有 还跟您说 现在家里的财产 房产地契 都是你名字 怎么意思 不刚才说都操了 都冲空了吗 哎 要不多亏大姐呢 大姐拿着戏产书 上衙门 把咱家那些东西又都要回来了 完全归在你的名下 不但那样 就是我出来 也不是深深蹦子皆无 你跟我来到暗时 我有东西让你 一 弯桥 好